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不出的感觉 可以说这二人的关系非常之复杂 虽然表面上都是兄弟相衬 但都是在背后动刀子的主 你来往往的都希望在对方的身上搞一些好处 或者是损害一下对方的实力 在这一点上特别是李云龙 其手段可真是厉害 只要是有一点点的机会 他都可以从楚云飞那里占了不少的便宜 而楚云飞这个正人君子又不会耍无赖 最终也只能选择吃了个哑巴亏 就拿钱伯军叛逃事件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358团的钱伯军 死人是一灵的营长 和鬼子在暗中勾结 但正因为钱伯军形势不太周密 所以他的狐狸威儿最后是被楚云飞察觉到一些 不仅如此 就连李云龙对于这件事都有些了解了 然而就在钱伯军准备带着两千余人叛变的之前 楚云飞火急火燎的来到了李家镇 而就在他眼里的训斥之下 钱伯军最后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楚云飞是一个非常爱国的将领 并且非常痛恨无耻的日本人 然而自己的下属居然要选择当汉奸 这让他实在是难以接受 但是这样的事情的的确却是发生了 不过事情既然都发生了 楚云飞也只能选择亲手处理的这个兔崽子 忍不可忍的楚云飞 将来就拔出了枪 并打死了一个副营长 而此时的钱伯军当然不会选择就此作罢 于是便加派人手跟楚云飞对峙起来 李云龙的地盘距离事发地点也就几公里而已 楚云飞当时只带了几个人独闯李家镇 也正是想着李云龙在附近 但不管楚云飞如何预料 他都没能想到李云龙这人实在太贵 趁土打劫了 钱伯军的叛变计划破产以后 李云龙直接一声 令下收缴了这两千人的武器装备 然后便直接运回了自己的地盘 当时还是联合抗战之时 八路军与禁随军可还是有军部队 对自己的友军搞这么一手 好像是不太合适啊 那么有网友说了 李云龙为什么敢明目张胆地抢装备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 首先赵刚一开始也不同意李云龙的这个行为 而且还觉得要跟楚云飞协商一下 不过赵刚在听到了李云龙的一番说辞之后 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李云龙所认为的理由非常合理 自己派出了骑兵联合两个步兵营为楚云飞帮忙 这可不是无偿的 而是有偿的 帮人家干完了活 就需要拿到该有的工钱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这两千人的武器装备就算是劳务费了 其此 钱伯军已经他心里决定要当叛徒了 而那么这伙人就不再是三五八团的人 而是破坏抗日阵线的敌人 再说的难听一些 就是叛徒或者伪训 既然这些人都已经成了汉奸 所以李云龙想了他们的东西 也不算是威威操作 而是应该算为战斗缴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